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北车附近青岛东路上的一间台式小吃店 首先上桌的是葱油鸡拌面 鸡肉油嫩有满满的盐葱香气 葱油酱汁吸附在面条上吃起来真香 夫人难得满意的说很好吃 小菜方面这个笋丝和鸡汁果然很搭 豆干孔洞多 软嫩入味 招牌的虾炊饭来了 有加购50元虾仁 所以整碗盖满虾仁的气势有出来 虾仁本身鲜甜Q弹 酱汁则是比较属于偏台南甜的调味 这次还加码一只软脚蟹 炸得酥酥的 味道还不错 这餐总计380 算是平价又好吃的一家店啊 午餐后就开始今天的行程了 走在林森南路上 隔着马路意外看见一个古迹 接下来转仁爱路 台大医学院的旁边 有一个较少人知道的博物馆 在门口抽搐了一下 确定是对外开放的博物馆 才敢进去 馆内有许多台湾医学相关的历史文物展出 方式建筑物本身就蛮有历史感 还蛮值得来参观的 下一个点就在博物馆旁边 来看看台北虎城四座城门中的东门 也就是景福门 在这里还可以顺便眺望一下总统府 接下来走中山南路往北 夫人说这个点很不OK啊 没事干嘛到医院 后文艺复兴式的建筑 整体外观造型细致而优美 若不建议到医院的话还是可以来参观一下啦 228和平公园之前叫做台北新公园 日本时代还曾经是台湾博览会的场地 意外看见公园草地上不知名的鸟类 好像还不太怕人 过了牌坊就来到了国立台湾博物馆 博物馆外观运用三角形山头和古典注释 属于新古典主义建筑的样式 进入参观门票只要三十元 先不说别的 能欣赏到华丽古典的室内装潢 就只回票价啦 馆内的长设展览涵盖盖台湾人文史料 和自然产物 有许多珍贵的史料和标本 此外也有随时间而不同展出的当期展览 户外展示的蒸汽火车头也要来参观一下 因此台湾的低辆火车头 即命名为腾宇号 落个马路就到了 同样是属于国立台湾博物馆的土营展示馆 这里除了展示台湾土地银行的历史文物之外 主要的长设展览主题为古代生物 感觉上是个小朋友会很喜欢的地方啊 至于建筑物的外观很有古典美感 装饰风格为起源于美国的玛雅复兴式建筑物 逛到这个时候已经有点脚酸了 附近刚好有间很有历史感的咖啡厅 就到这里喝个下午茶吧 咖啡厅保有浓郁的历史氛围 可以想象一下作家们买手写作的样子 就仿佛穿越时空回到过去 点心盘里面的俄罗斯软糖 是明星咖啡馆的明星商品 吃起来感觉有点像比较硬的棉花糖 还蛮有特色的 奶酥饼干和巧克力饼干也都蛮好吃的 吃不过瘾的话还可以到楼下西点面包店 买回家继续吃 接下来要来看北门邮局的老建筑了 先经过一栋营业中的北门邮局 真正的老建筑是旁边的这一栋 邮政博物馆入口在这里 当时不知道所以没进去参观 有点可惜啊 这栋建筑在日本时代建造的时候 为三层楼的建筑 1969年增盖第四层 2019年展开修复车技的工程 就在邮政博物馆的正前面 就是北门 也就是陈恩门 陈恩取其承接天恩之意 北门是台北市唯一的一级古迹 弥足珍贵啊 接下来到马路对面的铁道博物馆 看一看 铁道博物馆展出的都是台铁的历史文物 如果是铁道迷的话一定要来看一看啊 今天才知道每个博物馆的最大客户 就是户外教学的小学生啊 除了室内展出之外 户外庭院长廊 也很值得逛一逛哦 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站 一栋两层楼的红砖建筑 台北记忆仓库的前身是三井物产 诸事会设北门仓库 从原先的位置迁移51公尺 异地重组之后落脚在此 外观也经过重新的整修 如今老建筑已经成为一纹空间 台北车站周边历史悠久的古迹很多 这些古迹见证了台北的发展 也承载着台湾的记忆 怀旧之外也有一份感恩在心里啊 今日的行程总结一下 时间上走了三个半小时 部数大约走了一万步 午餐下午茶饭手里总共花了一千多块 好了今天的古迹之旅就此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哦 老张伟行我们下次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